了解冷兵器的人都知道 古术长气血的枪 由古代兵器毛演变而来 毛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 且长盛不衰的兵器之一 自从人们之间产生了战争 毛便成为了人们克敌之身的兵器 被各个时期不同朝代的军队所使用 唐代随着重甲骑兵的没落 又长又重的铁毛很快被功能相近 却更加轻便的枪所替代 而且在唐军的部队中 达到了人手一只的装备比率 到了军事疲弱的宋代 枪更是获得了更为广泛的应用 枪是一种在长柄上装有锐利尖头的兵器 别名叫尖二 亦称为仪杖威 不同用途的长枪 其长度各不相等 枪法以蓝 拿 扎为主 这是枪术的基本动作 枪术在十八般武艺中比较难学 不易掌握 俗说年棍月刀九炼枪 在宋代 枪的种类极其繁多 并且分工明确 有守城专用的拐突枪 抓枪 有骑兵专用的双勾枪 单勾枪 还有步兵所使用的宿木枪和锥枪 在这些种类繁多的枪中 造型内敛的锥枪 却承担着极为艰巨的任务 他要面对当时世界上最强悍的敌人 和最坚固的铠甲 武金总要对锥枪有着如下评价 其刃为四轮 拖撞 锐不可折 宋代时期 西夏人利用冷断法 打造出了那个时代防御能力最强的冷断甲 冷断甲对于箭矢和短兵器 都有着极为优异的防御能力 锥枪简洁的造型以及穿透性强的特点 让它能刺透敌人的铠甲 成为最具通用性的主战兵器 而且它的基本造型 被一直沿用到了热兵器时代 在抗日战争中 依然可以看到锥枪的身影 宋代枪的种类繁多 是为了防御以骑兵为主的敌人 当枪组成如临的军阵时 会产生有效而可怕的杀伤力 中国古代著名的八战图 并详细记录了枪在军阵中的使用 在军阵中通常是五人为义武 不同的兵器相互配合 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以达到攻守兼备 而这其中 石枪者则起到了一个掌门人的核心作用 因此到了明代 枪渐渐有了百兵之王的称号 后世也一直沿用了这一个通俗的说法 枪在中国十八班兵器中位列第二 简单却有着极大杀伤力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 枪这种古老的兵器 与它的使用者一起 在抵御外敌的侵略中 书写了永远值得铭记的篇章